其实我这脸毛 这句话在网上被人喷了不少 可以离近点看着 这个福利好好啊 你也太过分了啊 他都不考验 我给你打高度了 我估计在那边会挨打高度 女生 颜值 我认为是第一位的 不接受丑女是吧 你这个人一定很酥 你的眼光更酥 1到10分 你会给你的颜值打几分 7分吧 4 5分吧 还是善良了 真的很庆幸你没有选我 长得漂亮是优势 活得漂亮 才是本事 精彩即将播出 欢迎收看江苏卫视海天蚝油 《非诚勿扰》 有请主持人 孟菲 欢迎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 大家好 我是孟菲 欢迎你们 欢迎各位 本节目由为爱提前的海天蚝油 独家冠名播出 海天蚝油加一点就好鲜好鲜 《非诚勿扰》 由好吃不上火的港容蒸蛋糕 独家特别播出 由水中贵族百岁山 特别赞助播出 欢迎江振宇老师 大家好 我在上期节目当中开则我说到的 我们《非诚勿扰》栏目的赞助方 其中有一个是联合了星梦游轮 我们共同举办了一个 《非诚勿扰》点亮维港的活动 牵手成功的男女嘉宾 见证了5万吨级亚洲豪华游轮 船身的巨型LED甜蜜告白 知道那意思吗 就是把那个5万吨的大邮轮上面 把你我爱谁谁谁 就打在那上面LED屏 非常非常厉害 从本周开始牵手成功的男女嘉宾 我们获得的这个福利又升级了 将获得由立新邮轮提供的 八天七晚浪漫之旅 我们来看条VCR 新闻表蓝 表蓝 来了 老公 阿大马尼啊 赞宇 感觉怎么样 我很期待着我也能去 但是我没有机会了 我带你去 好 我们来看规则微信 十四位女嘉宾第一次出场 男嘉宾根据喜好 将女嘉宾分入心动区和观察区 心动区女嘉宾通过亮灭灯 秒达对男嘉宾的喜好 观察区女嘉宾无灭灯犬 过程中男嘉宾将选出两位女生 进入中选区 两轮短篇结束后 若心动区仍有留灯 男嘉宾则有机会在中选区 牵手一位女嘉宾 若全场都没有留灯 男嘉宾则失败一场 我们的奖励规定是 男女嘉宾牵手成功之后 都将获得有好吃不上火的 港中蒸蛋糕 提供的立新邮轮 浪漫之旅 好了 做好准备开始 今天的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 黄老师好 各位女嘉宾 晚上好 脸好 欢迎您 准备好了吗 来 我们开始 有请女嘉宾上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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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神范 文静一点 自己也不理解 马荣 马荣给了观察局 这个非常有趣 王秋雨姐姐 这种大女神不给心动俱瞒 对啊 曾旭之估计还是观察局吧 哎呀 超错了 高兴死了 当然有两位没办法了 只能够被按顺序放到最后 马荣 除了出场顺序原因导致的结果之外 你是第几次被男嘉宾选到观察局 第二次 第一次是选到这里 然后我就进了中间 中选区 这是第二次 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男嘉宾你真有眼观 我为什么我觉得是杀气 男嘉宾你等着 我出来怎么收拾你这段 在那个12号被选到心动区之前 我一直笃定认为我的算法是对的 就是我分析他的算法是对的 就是觉得他不会选我吗 老师 对 为什么呢 不 你本人很好 但是他喜欢的风格 11号往前 全部都是温和的女神范 我也很温和呀 不是短的发女孩子就很粗暴 你一点都不温和 我怎么不温和了 孟爷爷 你上次自己说的不温和 但是我内心是温柔的 我只是手上有点那个你知道的 他会打人 你不要恰说我孟爷爷 我跟你说 要是我找不到男朋友的话 我就要把导演带回去的 好 他要谁我发给你 来 我们来看第一条片子 你喜欢我吗 这个问题很关键 是女生在测试你 如果你说 不知道 那么你就完了 这个女生马上就会离你而去 如果你说 喜欢啊 恭喜你 你进入了女生的测试环节 我是李子祺 目前在深圳 有一家情感咨询公司 平常我的工作 就是教人怎么去团恋爱 男性客户中 90%都是IT男 我会教他们撩妹的方法 第一印象 改变外在 让你从头到脚脱离矮丑丑 第二 就是管理你的朋友圈 发一些工作旅行爬山运动等 让女生知道 你跟那些只知道窝在家里 撸啊撸的矮丑丑不一样 女生呢 那我们会教他们怎么去撩汗 给一些暗示 女生的情商普遍比男生高 很多方法 我们都是从女生身上学来 然后反套路女生 我是领导行人阁 工作中我总是占据主导地位 在感情中 我也是把控力很强的人 一旦是我认定的女生 我就会全心全意对她 给她完美的恋爱体验 6号 是这样的 我在外交人当中听见你说 你会教一些女孩子说话呀 然后练声音 我想问一下你 你会唱歌吗 你唱歌好听吗 我不是专业 但是还OK吧应该是 能唱几句吗 那就薛之谦吧 谢谢 你直接跟她走吧 18号把灯调暖了 因为我觉得男嘉宾 在回答女生的要求的时候 表现得非常得体 然后歌声真的很好听 我比较深刻 你都不想看一看 长什么样子吗 长什么我不在乎 我比较在乎身材怎么样 你万一身材非常可怕呢 所以我们拭目以待 好 来 选你今天的第一个中选群女生 好 做好准备 待会上场 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对 假设我们站在那个台上 如果这个人是个女孩 台上站着24个男的 你是其中一个 有哪种情况 会让你在没有看到这个女生的时候 你就会决定大胆地表态 我喜欢 我要带你走 我觉得声音是一个 就是唱歌好听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标准 回答问题有逻辑 有脑子 不是瞎说的 我的答案是 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要没看到人都不可能 来 我们看她的第一位 中选群女生是谁 你觉得你是因为什么被选到了中选群 就是你刚刚不是说我比较凶吗 可能她比较喜欢就是小野秀 因为我说到 你比较凶 她就喜欢凶的是吧 大概是这样子吧 就是 但是我很好奇啊 因为她应该会比较喜欢温柔的 但是刚刚孟爷爷都说 我还要打人什么的 我就很好奇男嘉宾 为什么要打人 你就觉得她应该是个重口味吧 对 口味有点重 你出来让我看一下 有几种因素 第一 很有可能是刚才那几句话 我说她会打人哦 很有可能跟这个有关 这个对绝大多数男生都是很有 对 到底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 这很难说 待会儿跟她聊 这个我们是猜测的 不不不不 我们能相信男嘉宾是真爱吗 那就是喜欢我不行吗 他一定是真爱 他一定是除了你谁都不喜欢 我解释了 来 有请男嘉宾出场 这位男嘉宾是真爱往下我们听说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李子柒 我来自深圳 今年25岁 哇 李子柒 欢迎你 哎 特别想听听马如怎么说 不是 我本来一开始就是 因为我恨嫁嘛 我就不想放弃任何一个深圳过来的 而且像他的工作 然后他情感咨询 教别人怎么谈恋爱这些 我觉得跟我特别适合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的情商也是特别高的 我的朋友都失恋 离婚 各种都来找我 然后我觉得跟这种人 可能在一起会很有意思 但是我又觉得 他可能是要看第一演员那种 就别人穿着或者打扮 其实我平时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 我刚刚没有选你为心动吗 嗯嗯嗯 因为我喜欢稍微有点肉的女生 我刚刚在我视频里面 我感觉可能你脸比较瘦 你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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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的肉在哪里 给我们看一下 我哪里有肉 孟老师我想再讲一句话 我哪里有肉 男嘉宾我跟你说 我在一个月以前 我有差不多58公斤 然后现在一个月我47 48 发生了什么事这一个月 因为爱情 就是因为我要来上《非诚勿扰》了 我觉得我要把 就是自己最好的一面 就是展现给我未来的对象 所以她的肉就没了 对 所以我呼吁广大所有想要减肥的姐妹们 就是《非诚勿扰》 对 《非诚勿扰》是个减肥 很劣质的一个选项 对 16号 你是不是好早就想说话了 就特别想跟那个男嘉宾说句话 就是因为他是做那个情感咨询的嘛 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也是做这个 但是他是教别人怎么谈恋爱 我是教别人怎么分手 你们俩要组合在一起这个业务 就是全套了 那是因为真的是有一些女孩子吧 就是她有点有点傻 就是她遇到了那种渣男 明明是个渣男收割机 你男朋友都对你那样了 完善以后你还在我面前哭说 哎 我要怎么去挽回她 我就真想扑醒她 就这种人 我一般是劝这种人 教人从上一段感情的阴影中走出来 这是你的主要工作 我认为我们俩的工作很接近 我也这么认为 我现在的工作也是让你们 从上一段里面 因为有了新一段 我们就走出来了吗 来 许思雨 许思雨 看来这个男嘉宾 对自己感情的这个把控 是很有把握的呀 平时也是教别人怎么撩妹对吧 那你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个 比如说你撩妹很成功的一个案例吗 或者说我在现场 你现场撩我试试 好 那我举个例子吧 就是说我们很多套路 都是从女生身上学到的 比如说女生可能会在周末的晚上 或者下午在某一个商圈 发条朋友圈说 哎 下午茶 今天天气很好之类的 其实她已经跟闺蜜在一起了 我发条朋友圈 并不是想别人来约我 但是它会引起很多异性的关注 哎 你一个人吗 要不要我过来 肯定都是拒绝的 但是怎么样 相当于把她们的心给撩动了一下 就这一个小套路 来 1号 就是孟老师 我觉得的确这个《非诚勿扰》 有教我怎么撩憾 对 我觉得我这几期录下来以后 在撩憾上有进步 我们这个节目的主要功能不是这个 你 你要如果有所收获的话 那是副产品 6号 孟非老师好 男嘉宾好 那我想问一下 我认为这个谈恋爱还需要交吗 就是您说的这个女生自拍 都是为了想引起异性的一个关注 可是我认为可能我自拍 不是想引起异性的关注 只是想发到朋友圈里 觉得很好看 但其实它起到了这个作用 就你无可厚非 你的男人缘 异性缘非常好 也是因为你平时的兴趣爱好 对 我知道就是说 我可能去咨询过心理医生 可能是从比如说失恋 怎么走出来 但是我真的还是不太理解 谈恋爱还是需要交的吗 我不知道这个有多大的市场 这个市场其实在中国来说 特别在深圳特别大 因为就是从事与社交 没有很有联系的行业的人 比较多 比方说IT 就他们的社交环境 决定了他们不太会与人沟通 所以其实我们是 本质上是交一门社交学 好 那我知道就是 男性会多一些是吧 其实现在女性更多 因为女性冲动消费 感性的多一些 好 谢谢 来 选第二个 看一看男嘉宾 第二位中选女生是谁 马荣 马荣 孟爷爷 因为她一直都是 对第一演员这些东西 比较看重什么的 我到现在我也看不清她 我能不能走近看一下 你来看看 对 就是同样的 先掩护 其实我在想她内心的台词这样 我要看看清楚 是谁把我的选套 全是套路 看下一条片子 大学时期的恋爱 无关金钱 只要两个人互相喜欢 就能够在一起 整个大学四年 我们都很甜蜜 但是到了毕业季 因为她家庭环境比较好 所以她父母就给她安排了 很多有钱人跟她相亲 我非常地不甘心 因此我决定努力提升自己 硬实力方面 我拥有了自己的视野 软实力方面 我提升了自己的穿衣品味 丰富了我的兴趣爱好 提升了我的情商 后来她看到了我的改变 主动要求来跟我复合 在那个时候 我处于创业的初期阶段 非常忙 而她只想做她的小公主 非常粘人 这个时候 我没有太多的时间陪她 因此我们就无奈地分手了 在创业之后 我遇见了一个 我理想的事业型女人 在认识一个月之后 我们就在一起了 她为我放弃了 北京五六万月薪的工作 来到深圳陪我 她跟我的上一段恋情不一样 她非常理解我的事业 在我忙的时候 她也会照顾好自己 不让我担心 可是我们刚在一起一个月 对方就催着我结婚 我认为这么仓促 对我们彼此都不负责任 然后她就无奈地离开了我 两个月之后 她就跟别人闪婚了 我还是比较喜欢 事业型的女生 在一起 我们可以相互提升彼此 希望每个人每天 都能给对方 带来小惊喜 这也是一种爱的存款 那我想问一下 你会不会用你就是之后 你工作现在的一个常识 或者是一些经验 来对待你之后的女朋友呢 我们是彼此学习怎么样 能让对方在一起相处得更好 但是无可厚非就是说 我会把我之前的一些失败经验 总结在下一个女生身上 就是我不会让她轻易离开我 我插一句 所以其实刚才徐军问的 我也想问 就是你这个教别人的套路 以及平常收集的案例 总结出来的套路 其实已经融入到了你的学业里 你会不用刻意地 就把这些本领施展出来 是不是 是的 因为这些套路是我创的 可以这样说 所以估计姑娘们心里 就该有打鼓的了 这个套路这个东西 其实双刃剑 很舒服 但是也很可怕 5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叫孙一元 而像刚才振云老师说 可能套路这个东西 很多女孩不接受 但我觉得套路深得人心 就是我觉得如果两个人相处中 就是说有一些套路在 这并不是什么问题 就反而会使相处更加融洽 我觉得更舒服 13号里什么话要说 我想说的是 我特别讨厌套路 我也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人 这是其一 其二呢 我觉得一套路得到的恋爱 都不叫恋爱 那叫乱爱 我是真的个人这么觉得 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些吗 就是我认为这个跟 像一把菜刀一样 不能说因为菜刀可以杀人 我们就要求厂商 把菜刀做得很顿吧 就主要还是看你的心是怎么样 所以说在我们的这个 教学过程中 我们会给客户一定会灌输 正确的价值观 我的历届前男朋友 那都是一套又一套 而我是次次都上当 当当上的不一样 我特别讨厌有套路的人 来 16号 不要老是说那个什么套路 这个套路那个什么的 感情里面哪里来的套路 我觉得那个就是 多一些真诚 少一些套路嘛 这个又说到套路 和不是套路的问题 大多数人可能听到这个套路这个词呢 是有一定的戒备 或者说这个词并不是那么受欢迎的 他刚才说他有些是他自己自创的 我倒认为男男女女这个大千世界的 这些恋爱的事啊 你能想得出来的事大概都被人做过 对 这个地球上很难说是有一件事 可能除了我之外 地球上就没有一个男人 对女人用过这种方法 但是为什么被人千百遍地说过的话 我们还爱听 被人千百遍做过的事 我们还爱去做呢 那是基于不同的人 对于不同的人去做的那些 比如很简单 拿着一大把玫瑰 在门口守着送给自己性爱的女孩 你要觉得你喜欢这个男孩 你觉得哇 好甜蜜 对 你要不喜欢的话好恶心的套路 对吧 所以不是说哪一个事就一定好事 还是在于你自己的内心 5号 男嘉宾想要那个事业性的女孩吗 因为我每次来录节目 我都会就是带着电脑 因为我还要工作 所以就是在事业上 我也是比较就是很重事业这块的 而且也挺胖的 对 我也想 也挺胖的 你真心的出去 你好 握得出去 你这样喜欢有肉的吗 我告诉他我很胖 对 来 最后一个问题 问完这个问题 任何人不许再灭灯了 2号 我看了一下男嘉宾刚才的选择 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 他之前我们前11个人都是欲解范 然后他选了12号 接下来他说他喜欢肉肉的 可是他又没有选一个肉肉的女生 那对于你来讲 你一直在不停地去挑战一些 你未知的东西 那你到底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明确吗 你想要什么 其实我是明确的 因为只有在不断地沟通 或者是我在这个舞台上看到了真人 我才能有更进一步的选择 刚刚选择前面的女生 就是平时我的 我喜欢的范 她的笑容 我是真的挺喜欢的 然后最后把 包括我选择马容上来 也是因为刚刚前面跟她有互动 知道她的可能价值 她的这种 刚刚我的VCR也说过 就是我喜欢事业型女生 所以我才做出这样的选择 因为刚刚光看样子 我不知道一些其他事情 对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现在的情况是5号为你留灯 你可以用5号替换掉 现在牌上的两个中选择 就是女生当中的一个 想清楚换还是不换 这个意思就是5号如果换上去 她是肯定 你只要选她 她是肯定跟你走的 这两个不一定 而且5号在前面的节目里面 还没有这么明确的 为了你的条件告诉你 我有多合适 我有多喜欢你 还没有过 换吧 换掉他们当中哪一个 马容吧 换掉马容 来 我们看一下 马容留灯的情况去 马容 她说要换人的时候 可能全场嘉宾都觉得 会换5号 但是我看她的眼神 我绝对知道她会换我 因为我俩秦山都是 彼此都是那么高 在一起的话 我一点没看出来 你秦山哪个 一点都没看出来 我爷爷好想说这句话 我再给你点时间 让我证明一下 我看你秦山很高好不好 嗯 就是她可能会看人长相 然后看她的经历 各方面东西 我跟她性格 是非常像的一个人 很 你看她在点头 我们回深圳 我要跟你做闺蜜 好棒啊 我从马容身上发现的一个特质 倒是有点发现了不服输 好 来 有请5号 5号有没有火箱感谢要说啊 我留灯是因为我觉得 我特别信一句话 就是爱不是交换爱是给你 所以我愿意留灯 所以啊 到了最后留灯的时候 这个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主动权的 因为男生会选择 这两个虽然我喜欢 那我怎么知道 他喜不喜欢我呢 留灯的 可以肯定 他是喜欢我的 三个关键词 三个关键词 心跳时刻 好 来看心跳时刻 下一位 曾旭君的暴脾气 约法武装 前卫百变 前卫百变 你的造型变化这么大 会不会给你男朋友造成一种困扰 就是被人看到之后 觉得一个月你换了五六个女朋友 所以我就特别怕男嘉宾 可能有点hold不住我 其实还好 因为所以说我专门看那个百变 就是我想知道有哪一些另一面 好 现在最后一个问题 来 最后一个问题 你问两个女生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们在新的恋情开始之后 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前任门 我的前任跟我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了 已经分手快四年了 然后从来没有任何联系 是 我是分手就会 就再也不联系 我觉得就是此生再不相见的那种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 那如果我能够真正放下 其实我是愿意跟他继续做朋友的 但是如果不确定的情况下 我就会像你们一样的选择 就是说完全不联系 不会给自己的现任添堵 我觉得不是的 我也觉得不是的 我不联系他是想 他自己过他自己的生活 自己过我自己的生活就好了 我们不要有交集了 就这样 并不是说我放不下他这样子 这个没问题 我觉得是因为我想得很清楚 我既然要跟他分手 那就再无可能 就绝对不可能还有什么和好的机会 如果我没有想清楚 我就不会分手 真正爱过的人很难再做朋友是吧 对 差不多 对 郑宇 这个 这一局是看着最有意思的局面 说实话 孙音源 我没有想明白你为什么会留灯 你给出的理由 并没有说服我至少哈 然后你表达的是说 男嘉宾提的那些条件我都适合 他挑你是那个心跳时刻嘛 其实你真正的生活是很嗨的对吧 对 其实我本人和打扮不是一样的 对 就是为了舞台效果 这一点你见的人很多 你去想一下他是不是适合你 曾玉君呢是属于典型了 对吧 会动手小情绪式的打人 会主导自己的所有的打扮 所以你刚刚讲 你有能力主导 和女朋友之间的这些行为 包括对她的一些选择 在这姑娘面前 你能不能做得到 来 你做最后的决定 你的选择是 好 谢谢 左边啊 5号 恭喜你 恭喜男女嘉宾 获得了由党中视频提供的 定心 游人 浪漫 注意党中蒸蛋糕好吃不上乎 恭喜你们 再见 谢谢大家 为什么刚开始就选择我 因为我觉得就是 因为从你做这份工作嘛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经历的 然后可能就是在感情这方面 会比较成熟这样子 那你呢 我的话主要就是你跟我在说话中 感觉我们是一类人 你的那种平时的生活方式 跟现在有一些不一样 其实这也是我喜欢的 对 港容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我倒很喜欢6号 刚才说的那个话 我个人感觉来说 跟爱还需要有人交吗 当然有些为人相处的 有一些所有的人际关系交往当中 可能都有那么一些 技术性的问题要解决 但终究来说 爱情这个东西 当它来的时候 当两个人内心 都自身出爱情来的时候 其他的那些技术性的问题 现在不那么重要 您现在收看的是 由为爱提鲜的海天蚝油 独家冠名播出的《非诚勿扰》 海天蚝油 加一点就好鲜好鲜 《非诚勿扰》 有好吃不上火的 港容蒸蛋糕 独家特别播出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王菲老师好 你好 欢迎你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有请女嘉宾上场 谢谢 这么早 直接就给了观察区 心动区 而且这姑娘走路的时候 极其张扬 我觉得好不好意思 小眼泡泡 这个有点奇怪 还有两位没办法了 能够被按顺序放到最后 有新上场的女生了 第二个出场呢 我看一下 大家好 我叫徐子萱 现在21岁 出生在广州 你的职业是 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读书 专业是金融还有战略管理 大家好 很惊奇深刻 谢谢 谢谢 应该还有一个 哈啰 大家好 叫我高明岭就可以了 然后我来自台湾 现在在北京的医院担任营养师 这两个新上场女生 风格反差很大 一个是典型的软妹子 1号 江振宇给个词 她是什么风格 狂野 是感受野猫 对 这个男嘉宾我还没见他人 但是我觉得他选的标准 还是比较清晰的 除了7号和9号我猜错了 为什么 为什么啊对 7号你不服气对吧 不是 我不是不服气 我是不理解 因为你走出来的时候 其他的姐姐们都非常的有个性 基本上他选的关键词就是 野性的 张扬的 性感的 那就证明这个男嘉宾 他是有眼光的 我很欣赏他 我穿成这样他都能感受到我的狂野 刚才在16号这儿的时间是最长 我看到他的手已经把你滑到了心动区 然后又从心动区滑回到观察区 我觉得蛮好奇的 我想知道像 因为第一眼的话确实觉得是我的菜 然后再一看就不是了 这个回答非常合理 刚开始很喜欢 再一看不喜欢了 好好好 来 我们看第一条片子 男生嘛 都经历过这个阶段 上学的时候活得比较糙 不会收拾自己 那个时候被人取过各种外号 因为自卑 所以特别不喜欢拍照 别说是单人的照片 就连和别人的合照都找不到记账 后来步入社会以后呢 我就会觉得颜值 才华 金钱 工作 这四项里头 颜值一定是拍得更多的 这是个硬道理 对于男生是这样 对于女生更是质管重要 这个颜值第一的法则让我想通了许多事情 所以后来呢 我开始好好收拾自己 选择去精心打扮 我买了很多卸下比较潮流的衣服 整个人自信了很多 日子也过得简直了 现在的我 谋得了一份在医疗机构做术后心理辅导的工作 周边的人都觉得我是一个形象很好 气质不错的男神 平时休息的时候呢 我比较喜欢唱歌 所以专门学了吉他 组建了自己的小乐队 我觉得人事外貌协会是很正常的 将自己说是精致之后呢 现在走在大街上也会被人搭讪了 你就说那个颜值第一的法则 并不灵验吧 心动区的12个女生全部把手举起来了 15号 男嘉宾 你好 您好 我觉得我没有见你的这个人 但是我觉得你是一个思想很俗的人 你这个人也一定很俗 你的阳光更俗 12号 其实我倒觉得男嘉宾蛮直接的 他自己知道他到底是想要什么 就是要好看的 就是要颜值 男人是视觉性动物 你确定你们俩说的观点一样吗 他说他认为男人颜值太第一 他没说女人也这样 我能说一下吗 这个东西是忍者借人智者见智的东西 因为在我身上发生的经历 让我怕了女生颜值 我认为是第一位的 永远是第一位 无论他可以很多很多是没关系 只要他好看对我来说都OK 但是男生嘛 你有了自信以后 你当然要去培养你的事业 你的什么后期的话 这些肯定比颜值重要 7号 她的那个短片里面 就是那种形容跟我是一样一样的 因为我之前我也是 我在上学的时候我老被排挤 所以因为我长得难看 我以前的体重是 就是我大学大一入学的时候 我的体重是168斤 然后我现在的体重是98 好厉害 好厉害 所以我当初就是因为别人一句话说 我就是不喜欢胖子 我就特别恶心你们这种人 这么胖你怎么不去死啊之类的 就是说了特别多 反正就很受伤 但是我后来就是我觉得说我不能 因为别人这么刺激我 我就这么自卑地就放弃了 真的女嘉宾 我跟您是同感 因为我曾经受过一样的遭遇 我觉得我还是蛮理解的 因为颜值它作为一个敲门砖吧 就是第一眼的印象 是的 你第一眼你只可能看到我的脸我的身材 你不可能看到我的五脏六腑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 那如果满分是10分 从1到10分你会给你的颜值打几分 1到10分打7分吧 打7分吧 好 来 先选你的第一个中选区的女生 看她的第一个中选区女生是哪一位 12号 对吧 刚才一直在讨论颜值这件事情 现在类似这样的话题 可以在任何节目当中 没完没了地出现 对 我们把它请出来 我们再讨论吧 有请男嘉宾出场 这位男嘉宾是真爱往向我们所见的 大家好 我叫冯宁 33岁 来自北京 冯宁 欢迎你 她现在的颜值比你们预想的好的 举手 有啊 18号 18号举手的 唯一一个就是认为她 18号 其他的都是还不如预想的 来 18号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没有什么 会觉得什么东西特别重要 而且之前讲了就觉得什么特别重要 因为她没有嘛 所以我觉得她可能先天不太好 但是挺好的呀 谢谢 谢谢 来 看一下她整容前后对比的照片 大屏幕 她整容了 真的吗 她整容了 真的吗 她整容了 真的吗 她整容了 你们哇的这个意思是 很成功 很成功 11号 就是刚刚男嘉宾出来的时候 我们可能说没有预想那么好 但是刚刚看了她那个照片 就是前后对比照 我觉得男嘉宾就是给自己一个7分 其实真的不过分 她跟她自己的一个对比还是蛮明显的 原来几分 所以整容前的话 4 5分吧 可惜了 还是善良了 23号 您刚刚说您给自己打6分 打7分 对吧 对 就是凭什么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女生 追求嘛 就是这个追求 好 13号 我本身对整容这个事情 我是没有任何的偏见的 但是你一味地强调颜值 这让我觉得这个价值观有点很强 我没有一位啊 都是你们一直在一位啊 颜值第一位 然后我一直想说的是 人有这么多感官 你可以用眼睛去辨别美丑 你可以用心去感觉爱 你可以用脑子去评辨是非 为什么你一定要只看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呢 而且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见过 长得漂亮是优势 活得漂亮才是本事 所以 谢谢 16号 男嘉宾 我真的很庆幸你没有选我啊 其实真正男生要带给女性幸福的 才是真正内在的东西 如果你能够把你内在提升 我觉得再去看外表的话 你会更幸福 还有没有提问的 我就一次性来回答 一次性来回答 1号 就是你刚才第一段VCR里面 也提到了你就是说 之前是通过服装去提高自己的颜值 是吧 但是我想问你你觉得 是服装提高了你的颜值呢 还是提高了你整个人的自信程度 从而使你更加的有魅力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我一句话 叫保暖似淫欲 当然这话说得有点糙啊 之前大家我那个样子也看到了 对吧 我是因为颜值什么 被人起各种外号 尤其是大家知道 刚才看我那个脸它是这样 它像一个 它这个下额角特别大 那时被人起的是盒子 就是像四方块嘛 砖头 这都是我的外号 你体会过这种感觉之后 你才觉得什么才是你想要的 整容 它把我整得最起码比起来好看了 你整了之后 你的自信完全地上升 像现在这样我虽然说不是那种十足的大帅哥 但是我在我的基础上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自信了这是确实 然后你才能追求你的所谓的那些衣着 你的生活 你的生活品质 你的一切的一切 你在你没有最想要的的时候 你连你吃都吃不饱 你这些对你来说都是奢侈的 说得非常好 对 我个人认为颜值很重要 在很多地方还相当重要 但是没有重要到现在 很多年轻人以为的那么重要 今天特别不好的一种潮流是什么 认为颜值决定了很多不可更改的东西 比如说因为颜值好我什么都能包容 就是这样类似这种话在媒体上广为流传 什么四大明珠有个女在说 只要长得美就一定能红 一定能红吗 你到电影学院去看看 有多少长得那么美的一辈子都没红 所以我认为不要放大颜值这件事情 去抹杀了很多年轻人后天的奋斗和努力 整容或者不整容这是非常私人的一件事 我们没有任何人有理由去歧视整的 或者整了就不高尚 不整就高尚 没有这个道理 但是我要说的是 因为毕竟有些东西天然给予我们的 我们应该对这种天然获得的东西感恩 比如说我爸爸有一百个亿 我一生下来就意味着我将能继承一百个亿 这也不是我的罪过对不对 我也没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 我爸就这么有钱 但是我们要以一颗悲悯的心去看待别人 不要嘲笑别人贫穷 我长得就像京城武这么帅 这也不是我的毛病 我就是京城武吴彦祖这么帅 但是长得帅的 长得美的 不要去诋毁其实也长得不好的 我有学问 我有知识 我是诚情诚名校的 我有四个硕士 两个博士 我们不要因此去嘲笑 我干不起这些学历低的 我们拥有的那些美好的东西 不要形成那些不具备这些条件的人的 生活压力 这是我最需要在这个舞台上告诉大家的 马荣 因为我自己也做过 你做过什么地方啊 我做过挺多的 因为每个女生都是追求美 我觉得这很正常 对 无口何非 没什么 对对 因为你见过那么多美女 所以你要去追求颜值 这也很正常 正常可以理解 2号 男嘉宾 其实我跟你的经历 前半部分是挺类似的 然后我在前面几期的时候 其实也放过我整容前后的一个对比照 然后差别也是很大 但是我觉得从就是从我整容前的话 我也是跟你一样 因为丑可能有一些困扰有一些自卑 我会把我所有的失败 可能我会总结到是不是因为我不够漂亮 其实等到我自己变了漂亮之后 我是觉得可能很多时候是自己性格的问题 或者自信的一个问题 而导致你在就是社会中会有一些失败 然后我现在找男朋友的话 其实我是完全不看颜值的 我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还是才华 你能留住你最爱的人 其实也是你的内在的一些东西 外在只是一个敲门针而已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22岁那一年第一次整了 你不知道刚整完全部 然后包括那个下颗角 她也切了 肿的时候真的 我一个人去的 当时我妈还特别反对 她就说你要是去的话 我就跟你断绝母子关系嘛对吧 然后我说妈你成全我吧 我要不去我真的不行了 我受不了了 当时真的是有点心理疾病了我觉得 然后就整了 可是真整了之后 我一照镜子我吓坏了 然后我就跟我妈打电话 我说妈 我好想你啊 妈 我觉得我错了 我就问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个姑娘一开始觉得你还挺帅的 不错 交往了 但是当她看到你整容钱的样子的时候 然后她出现了大的变化 我能理解 好 我就想了这个 卷第二个 来看 第二个宋轩女生是谁 马荣 来看第二条片子 整容之前呢 我追的第一个女生啊 送花给她 然后她直接就说花留下人走了 后来又追了三个女生 头一两个都会送些花样 表示一下什么 后来的话我就直接问了 我喜欢你 我想追你可以吗 反应都是一致的 特别果断 不加思索的 有一个女生直接就跟我说 你先去整个容再说吧 你先整个容再说吧 就是这句话 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24岁 整之后 她的第一个女朋友 相处了半年 有一天突发气象 告诉了她我整容的事情 她大概沉默了有三分钟时间 一直在看那个照片 然后看着看着 她就乐了 也扬怪气地看着我 你啊 感谢你那给你整形的医生吧 你要是不整容的话 我把位子我也看不上你 然后她就对整容表现得特别着重 是吧 我要整容 我支持 但是她要整 就跟那个工厂里的流水线一样出来的人 对此呢 我真的要崩溃 这是原则性的问题 实在是忍不了了 如果每个人都整成网红脸 那简直是污蔑的整形的真谛 这段片子说得很好 这个片子里边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人 你去追一个女孩 你不喜欢就不喜欢呗 你不喜欢就追她 哦 不合适 对不起 我有男朋友了 或者对不起 我现在不想谈恋爱 怎么不是一句话呢 你非得说长得那么丑 八辈子我也不会要你 这种生活中不就叫欠吗 我就发现生活中很多人 我们特别要注意什么是教养 对于那些没有冒犯过我们 没有侵犯过我们的人 何苦恶语相向 打个比方 江振宇 是个导演 拍了一部电影 我就觉得不好看 人家为了好不好看 我说不好看 很正常 客观评价 你犯得着上网去骂 你不看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这就是教养 6号 男嘉宾你好 你说你觉得你喜欢 你自己的女朋友是很漂亮 但是在一起过后 你们已经结婚了 或者是之后 她的容貌发生了一些创伤 或者是一些不可修复的伤害 以外 对 已经不可以再变回漂亮 那你怎么办 即使她贪了 我也养着她 我觉得6号问这个话 没什么毛病 也挺好的 但是引发了我的一个 另外的一个观点 我倒觉得在恋爱当中 包括夫妻之间相处 跟对方提假设性的问题 会经常会引发一些 不必要的一些不快 比如说给一个男生叫吧 哪一天我老了 变丑了 满脸褶子了 或者脸毁容了 你还有跟我在一起吗 生活不能假设 这一假设呢 就会带来猜忌 对 20号 男嘉宾你好 那个我看了你的那个VCR 你就是以前分手的女朋友 你都觉得是因为相貌 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是因为你的 就是实力啊 或者是事业不够积累的 有道理 我跟您说吧 那时追的那四个女孩 全都是在上学的时候 我心里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我就再不追任何人 直到整好了之后再说 我想说我特别喜欢20号提的这个问题 我经常在说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在婚恋这个市场上面 大家都给我们有一个得分 这个得分是个综合性的评估 比如说综合10项得分 我有一项只有2分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其他9项 都是9分或者10分呢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著名的马云先生 如果作为一个男人的总体打分来说 马云的这个颜值得分很低 但是我想不是全世界的女人 都会答应跟他在一块儿 也不会全世界的女人都拒绝他 那可能还有一些综合性的东西 当然你做整容也不是一个不对的选择 也许有人会做另外一种选择 就是刚才20号的 我要让人对我的综合判断得分高 我只能把剩下的那些项搞到非常高 我一样可以获得和其他人一样高的这个评价 当然了这是一条非常非常艰辛的比例 来 最后一个问题 问完这个问题 任何人不许再别登了 1号 就是还是感觉男嘉宾身上还是有一点不自信 有一点点自卑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的这段经历会继续影响到你未来的关系 以及感情吗 我现在不自卑 我现在很自信 现在如果有女朋友了 而且是你喜欢的款 你还是会那种就是特别宠爱式的去爱她吗 我就是我很纯粹 我要什么 我要的我就很直接 就是我的女朋友就宠死她 我觉得你有一种特别可怕的东西 我担心这个东西以后会对你这样 就是说我过去这么难看 居然有人跟我谈恋爱了 所以她各种花式作死我都能接受 她怎么样我都可以 我倒觉得你把心态应该调整到什么呢 我们都彼此珍惜 但是你千万不要走到另一个可怕的阶段就是 你既然成了我的女朋友了 无论怎样 无论发生了任何事情 我就不这样就不行了 没有这样 你还年轻 别在这么年轻的时候 动不动就把话说到毫无回旋余地 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来 我就给你点建议 她这样子吓人的这个样子 动不动要死要活的她在那儿 灯灯灭完了 来 我们看两个女生的刘邓的情况 一号女嘉宾问你 你是不是有点自卑 你说没有 其实我觉得可能其他人都会觉得 你还是有一点 你还没有被真正爱过尊重过 所以你会有一股劲儿 就是只要你对我好 我什么都扑上去 我狠狠地爱你 他们为什么不给你留灯 我觉得不一定是在意 你前后的样子的变化 很有可能怕的是 一旦你得到了你求的爱 你求的尊重 一旦你满足过了之后 你会为整个人变一下 原来对我这么好 现在已经满足了 突然变了一个人 麻烦大了 失控了 男人有很多品质 是我觉得很可贵的 其中有一条 是我个人特别欣赏的 叫从容 对 从容 无论在任何时候 面对任何人 面对任何事 都能表现出那种从容 这是你现在身上最需要的 来 再见 孟非老师 最后我能唱一首歌表现一下吗 你可以边唱边往那边走 好 来 音乐 谢谢 把你捧在手上 虔诚地分享 剪下一段烛光 将经轮变了 大家好 我叫冯宁 再日再岁 来自北京 她跟她自己的一个对比 还是蛮明显的 整容前的话 四五分吧 你一味地强调颜值 这让我觉得 这个价值观有点太相爱了 如果你能够把你内在提升 我觉得再去看外表的话 你会更幸福 她自己知道她到底是想要什么 这是要好看的 这是要颜值 你体会过这种感觉之后 你才觉得什么才是你想要的 你在你没有最想要的的时候 你连你吃都吃不饱 这些对你来说都是奢侈的 是 整形改变了我的一生 希望大家要正确看待整形这个事 因为它整的不光是脸 还有整个的人的自信 你有了这个自信之后 你就要去让自己内在不断地提升 这是最正确的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谢谢 小伙子 好潮啊 孟非也好 欢迎你 准备好了 咱们就开始好吗 好 我准备好了 来 有请女嘉宾上场 这么快就给灯了 马荣一出场就直接亮到了心动区 其实长得好眼熟啊 哦 同样是一起黑衣 长相交好的给到了观察区 这些观众都惊讶了 为什么都是给的观察区 怎么感觉你孩子有点懵 哦 终于第二个心动区 哇 现在男嘉宾的口味还转不出来啊 哦 这个男嘉宾厉害了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出明显的规律 好 谢谢 那是表情 笑得灿烂的就心动区 也不是 也不是 哦 心动区 这个对王指引来讲是不太常见的 哦 心动区 这个对王指引来讲是不太常见的 哦 心动区 这个对王指引来讲是不太常见的 我听到躺下一片牺牲 最后出场的是周若 那他只有这个 居木区的位置了 郑宇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 我完全懵掉了 这是第一次 我一点规律都没找着 我不仅是没有找到规律 而且我觉得 很多很奇怪的地方 我们一个个说 马荣第一个出来 滑到了心动区 而且马荣出场 可能最多走了三步 就很远很远的时候 就已经拍到了心动区 然后他一个一个 连续把六个女生 放到了蓝区 他选到第六个 进蓝区的时候 我告诉你小伙子 你把他们全弄到蓝区 就算了 乃至于到最后 我认为他甚至有可能是 故意在对抗我们 节目组的规则 他就是不给我们留下规律 因为肯定不是身材 肯定不是头发 肯定不是走路姿势 这个我就完全一点都没有抓手了 刚才我记得许思雨出来的时候 现场的观众情绪反应很大 然后他几乎没有什么犹豫的 把他放到了蓝区 然后还看看我说 是不是现场一片虚声 他好像很骄傲的样子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你要把我放到蓝区之后 然后我觉得听到唏嘘声心里面很开心呢 我没有很开心 因为我之前就是看过一点改版之后的节目 然后你的气场不是我喜欢的 因为这个 原来是这样 不好意思 没关系 11号 你刚才在决定往哪边去的时候 是不是犹豫了一下 我觉得蓝区是我家 我爱我家 我想回我家的时候 今天到了红区 那你现在回家吧 好 我们先看第一条片子看完再问 哇 他好帅 很多人说我长得像于晓彤 陈祥 还有说像王洛丹的 但是我就是我呀 我叫刘晓东 现在我和我朋友 在深圳合开珠宝店 主要做珠宝的定制和设计 像红宝石当中的热情 比较适合30岁左右的 年轻的女性 蓝宝石的话 可能是忧郁深邃的一些知识女性 她最好的颜色 应该是给最好的年纪佩戴 对珠宝我要求纯洁无瑕 对生活也是如此 我是个很注重自己外表的人 心情好的时候 我也会擦个BB霜出门 化妆的话 我觉得就是让别人看着舒服点 然后你觉得自己皮肤颜色好一些 有点像女孩子们用的美颜相机 也是希望自己的照片 可以越人越挤 只要你不是修的特别过 因为我觉得跟人交朋友的话 不光是照片 不光是看脸 工作之余 我也会做几个小菜 请朋友小聚 但是做饭之前一定要洗手 每炒一道菜就要洗一次锅 所以每次请朋友吃饭 我都要提前准备三五个小时 而且我对别人的袜子也有洁癖 碰都不能碰 如果哪个不靠谱的朋友 用袜子碰到了我的床单 就算我嘴上不说 我心里也会难受好几天 大家想一想 男生长得像王洛丹 应该是什么样子 前不久我一个同事在上海接我 他们说找了一个女生 长得特别像岳云鹏 我一看还真的 是有点像岳云鹏的女孩 来 刚才那边谁举手的 15号 男嘉宾 你好 我看你化妆 那你能分清楚口红的色号吗 好问题 说实话我真怎么清楚 太多 太多 那你还是级别不够 在努力 他毕竟是个男人 但是他在片子里说的可是 男生见人化妆是对别人的尊重 这个观点我一直认为 只有女孩才有 很多女生会这么说 对 这个你是只要见 所有人都要化妆 还是见特定的人化妆 因为我是从事书宝行业的 就可能是如果很重要的客户 或者说很重要的朋友出去玩 可能也会调整一下 OK 略微 谢谢 来 你选出第一个 你今天的中选区的女生 是左右都可以选 是吗 都可以 好 做好准备马上上场啊 好 谢谢 我们来看一下男嘉宾选出的 第一个中选区的女生是谁 大屏幕 我们来看一下男嘉宾选出的第一个中选区的女生是谁 我们来看一下男嘉宾选出的第一个中选区的女生是谁 可以搭屏幕 我觉得她的清秀有点类似于小鲜肉类型的吧 是不是这样呢 来 我们有请男嘉宾出场 我看你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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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社体家园交友网站 小鲜肉类型的男嘉宾 我看你的现场的伴助24位女嘉宾 辽薛老师 大家下午好 我叫刘晓东24岁 来自于北京 他的样子和刚才12号女生描述的是基本一致吗 还真是 基本上差不多是这种风格 来 来 来 你的喜欢的女孩 男嘉宾 你好 我也是来自深圳的周若 我刚刚看你的VCR里面 你说穿了袜子 碰到你的床上 你都觉得不能接受 你这是不是有点洁癖呢 就是微微的一点小洁癖 就做饭要刷十来遍锅 提前五六个小时准备 然后袜子的话就 只要是穿过的 我就碰一下就多手那种感觉 女生的丝袜你能接受吗 一样 一样 那还有男生喜欢女生 男生穿死瓦睡觉呢 8号 男嘉宾你好 就是我近视我看不清楚 男嘉宾长什么样 那你可以近点过来看看我 等会儿 姑娘 我可跟你说 这个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一个问题 所有的女生多少年了 有好多人根本什么都看不见 聊了20分钟以后是什么人 最后一牵手走了下去看 哇 长得好丑 我不要 你告诉我 这是几 她肯定看不见 我吃的但是有重影 那就是帮 不是 我反射弧有点长 来来来 你们再聊 您说 就是我想问一下 你对女生就是微整的话 你会不会要求你女朋友 不要微整 我不会 而且如果你是我女朋友的话 你动完了会告诉我吗 我整之前就会告诉你 我要整 那你要怎么整呢 你要动刀动枪的话 我觉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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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挺有劲的 我想整成啥样 你哪儿不好你要整 就是这边 这边有点那个 这边偏大一点 就是这边来一刀 你要不说 全世界都没有人发现这个秘密 对对对 我真的没有发现 7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首先我觉得你长得很清秀 很好看 谢谢 谢谢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 因为我本身平时工作非常忙 然后经常晚上赶报告 赶到凌晨两三点 早上八点钟要上班 然后我经常连早上 连脸都不洗就出门 然后就是来《非诚勿扰》 就是我唯一一次化妆 这样洗脸了就来《非诚勿扰》 对 然后就想问问 就是男嘉宾对你的女朋友 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 我替你问的狠一点 女生要是不化妆 你会不会一定要求他们 必须化妆 这是对人的一种尊重 如果在家的话 就是讲到同居的情况下 我可能不会要求 但是如果是说 要是见朋友什么的 你最起码如果你尊重我 尊重我的朋友 你最好化一个淡妆 我们一起出来 那就是如果我下了班 要是和你去见朋友的话 我得下班的时候 化起妆 来 化起妆 对 如果你很累的话 我会尊重你 我可能不去见这个朋友 或者我自己去置身 谢谢 不化妆不带我见朋友了 他就是这个意思 他就是这个意思 好吧 19号 既然你都说了那么多话 我感觉你是一个 很看颜值的人 那你以前交的女朋友 都很好看吗 你就是意思就是 不接受丑女 是吧 我不是 我对 其实我是脸盲 这句话在网上 被人喷了不少 其实我是脸盲 我不怕被喷 但是我真的 你让我从头看到韦柔 一会儿你让我从前再记一遍 我记不住 我要是中间那个小支 我就会不高兴了 你是个脸盲 你分不清好看不好看 你把老娘弄出来干什么 你回去 回去 我跟你说你这样会找不到女朋友的 你知道吗 好好说话 其实我觉得那个关于人的美丑 我小的时候老师就跟我说 你只要俩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 都长在脸上 那我如果喜欢这个女孩的话 对 那我就觉得她好看啊 你管她好不好看 你们大家都说她不好看 我就觉得好看就好了嘛 我同意 对吧 你可以选第二个吗 我可以离近点看一下吗 因为我也 去吧 孩子 因为我也 近时 快去 好 谢谢 这太近了吧 你这福利好好地 我好好奇 我要是站在女嘉宾的位置上 我会是一种什么心情 没事 老师 我一会儿上你那儿看你一眼 你不要过来 你也太过分了 她都不看我一眼 太过分了 我估计她在那边会挨打 对 对 她说我不看她 我还在那里打招呼呢 好 我们来看她选的 第二位中选区的女生是谁 跑了这一大趟 13号 牛逊 这会儿这两个类型是一样的了吗 你好 我已经按耐不住了 我一定要问好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1号马荣出来的时候 最快哗一下就选过去了 你说最后你的结论是 气质 气场 对吗 为什么跟1号没有任何关系 稍微解释一下 不好吧 没关系 我们这个是一个实诚的平台 有啥说啥 要不您先说 关人家什么事 你的事 还是她为什么要说 你说 没有 就是刚才聊天 然后走看一下大概 因为我是双语座AV型学 所以 会善变 就这意思吗 小分裂 因为性格比较跳跃 所以我可能 你这个话听在13号的耳朵里面 他会怎么想呢 男嘉宾 你好 我是第一个被你分到蓝区的人 所以我很好奇 就是即使双鱼座 有很多的 没看清 有见识 其实是这样的 马荣出来之后 到了心动区之后 13号是第二个出来的 对 他几乎也没有什么犹豫 就直接到了观察区 其实1号和13号很像 今天的装扮 风格 包括风格 对 都很像 为什么这么截然不同 我们本来以为有什么理由 其实在他那里 我们发现了 其实没有任何理由 就是我平时思维 可能很跳跃 就是像网上说的 就一个大黑板 来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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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 这个环节是展示你的 这个人品的环节 你小心 我决定放过你 不跟你讨论这个问题了好吗 来 我们看下小片子 谢谢 谢谢老师 从小到大都是女生跟我主动交朋友 所以就养成了习惯 不太会跟女生主动打交道 在一起之后 又会默默地对别人好 但最后总是会受伤 之前在大连的时候 刚开始做珠宝 日子过得特别清贫 当时的女朋友比我大八岁 我们两个人工资加起 一个月只有四五千块钱 但是女孩很势力 总是赚得少 花得多 刷爆信用卡 套现 吃了上顿没下顿 而且她家家庭观念上 有很大差别 她希望尽快地买房 结婚生子 当时的话 家里可能会有一点小的问题 导致了每天我们吵架 家里吵架 我的精神压力就很大 但是女孩没有发现 我的状态经理 还觉得我很神经治 背着我跟她的前男友在一起 最后还是选择了分手这个方式 这段感情谈了三年 虽然说有很多不舍 但是我更不能接受被欺骗 有时候我女朋友撒个小谎 也不是特别严重 但是你不要什么事来骗我 你觉得我可能不喜欢 你就欺骗我 这样的话我觉得 对我不光是不尊重 而且可能是对我智力上的 一种侮辱 所以我喜欢聪明一些的女生 不灵不灵那种大眼睛 最好身材好一点 对女朋友我是付出型的 你对她好 她自然而然也对你好了 看上去还是一个很单纯的孩子 我们里边有些事 咱们一个个子聊 你说你有一个前女友 比你大八岁 对对 当时你多大 20岁左右 你现在能接受的女朋友 比你大的上限是多少 35岁以内长得年轻的没有孩子 35岁以内 看上去年轻没有孩子的 其实我是不是说 女孩子年纪是多大 我只是喜欢女孩子 稍微成熟一点 不要什么事我都要帮她想 因为本身我也是小忙 这个也很有意思 你刚才片子里明明说 要喜欢那种 不灵不灵 然后 对啊 大眼睛 成熟 就是她又要成熟独立 然后在你的面前 又要不灵不灵的是吗 就是她成熟独立 并不灵不灵 懂了 好 6号 刚才看VCR你说 你不能接受感情里的欺骗 我没有说不能接受欺骗 如果你骗我的话 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你要骗过我呀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可能喜欢比较聪明一点女孩 因为我可能的感情观 比较奇葩一点 我就是可以接受 女孩子身体上的偶尔出轨 但是我永远接受不了 精神上的出轨 你的意思是 她可以骗你 但是不让你知道就OK了对吧 对 你可以出去玩 但是你不要告诉我 你永远都不要告诉我 只要你够聪明 这个话题有些有话要说 20号 其实我现在觉得很奇怪 因为你有洁癖 对吧 第一个就是你 不能接受别人穿袜子 然后在你床上 你几天都会很难受 你为什么不去选择 把那床单洗一下呢 然后你既然有洁癖的话 你为什么还不会在意出轨 你不觉得这个是 更重要的一种洁癖吗 我就觉得你很奇怪 真的是这样 我旁边医生你们点头 首先你怎么知道 我不洗床单呢 那你为什么几天都会很难受呢 既然都洗完了 怎么还会难受呢 也难受 因为我碰到了 我会很难受 那别的男人碰过你的女人 你就不难受了是吗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你刚刚说你拒绝的带孩子那种 其实我就是那种带孩子的妈妈 我还想说 带孩子也不会找你这样的 真的 不是 她也是个孩子 看到没有 对 她真的是个孩子 我可以做你孩子的哥哥是吧 其实我正要问你这个 就是你对女朋友 其实可以用宽容两个字来讲对吧 偶尔一次的这种行为 你是可以接受的 对 那么反过来你自己 是不是也可以给自己宽容 首先跟这个女孩 如果在交往的期间的话 我可能就是以她为重 只跟她交往 不会说 哪怕是跟其他女孩来暧昧 我可能都懒 我不会去经营多方的感情 但是我希望 我给这个女孩空间的同时 她可以给我空间 就譬如说我要看看书 我要工作 请不要打扰我 对 包括自己去旅游 我可能都会跟她说 我想要一定的自己的空间 我们可以用这个来等价交换 来 最后一个问题 问完这个问题 任何人不许再灭灯了 马荣 刚刚说到她为什么 就是拒绝我的时候 她一直在言辞闪烁 其实我一开始 说到化妆的时候 我很想帮男嘉宾圆化 我觉得男生对自己的皮肤保养 也挺好的 而且你又会做饭各方面 也是深圳的 又做珠宝 都是我喜欢的 我一直觉得第二个心动 肯定是我 肯定是我 结果不是你 对 然后呢 在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说了一句话 真的可以说吗 后面你就没有再讲了 我特别想知道 我是觉得感觉挺重要 因为我是有的时候 会特别感兴到极端的那种的 你给我的感觉就是 不是我心仪的类型 不好意思 你上转说的是没看清吧 我记得 就我不太好意思说 因为我是不会拒绝的那种 不能再逼这个孩子了 对 谢谢 你再逼他 他待会又是一个说法了 就血剑当场 孟老师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之前咱们所有来录节目的男嘉宾 有没有因为紧张而胡乱说原因的 太多了 是吧 走一路说一路 走一路说一路 对 我一直在带入式地 站在他那个位置 我在想要是我站在那儿 会不会因为害怕 就随便拿个理由 所以我先搪塞一下 结果等到说第二个理由的时候 发现 你要用第三个理由 来解释第二个理由 对 自相矛盾了 这个好像人品不太好 一路解释过去 对对 是 好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5号留灯 谢谢 5号还留灯吗 留着吧 你可以用5号 来替换掉中选区的 两个女生当中的一个 你想清楚 换还是不换 海天蚝油 《非诚勿扰》 马上回来 海天蚝油 《非诚勿扰》 精彩继续 你可以用5号来替换掉 中选区的两个女生当中的一个 你想清楚 换还是不换 我不换 我还是尊重第一选择 好 两个女生有三个关键词 我们一个个来看 先看12号 键盘上的王者 渣男收割集 三朵金花 你选一个 键盘上的王者应该是打游戏 我不是渣男 我不关心第二个条 我听第三个吧 来 看看三朵金花是什么意思 家里呢 除了我 还有一个姐姐和妹妹 父母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离婚了 父亲一个人拉持我们三姐妹长大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家庭经历 所以我相较于同名人来说 更加成熟一些 好 来 到12号 周若的关键词一 约法四章 二 烘焙大师 三 我的前男友 我平时的话也会在家做点饭 然后做点东西的话 我选择第二条 烘焙大师 看看 烘焙大师 这还可以哦 看上去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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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最后一个问题 问两个女生 我刚才有讲过 如果我是需要一些独立的空间 假如我跟你说 我想出去一个人旅行 可能要一周半个月 或者一个月 两个月 那你该怎么办呢 或者说你同不同意 我的这种想法呢 谢谢 我觉得我不会同意 我的男朋友一个人去旅行 周若 谢谢 我也觉得我不会同意 因为我一直都是很喜欢 跟自己的男朋友出去旅行 不是说就是 永远都我自己出去旅行 就是假如这个时间段 我工作比较疲惫 我不想跟你一起出去 是一个基础上 我会说我陪你去 为什么你不愿意呢 如果每次我们都一起去呢 每次我们出去旅行都是一起去 那我希望的是每时每刻的 跟我男朋友在一起 那这个就是我之前说的 我想要一些自己的空间其实 好 谢谢 看来两个女生的回答 都不是你满意的那样 郑宇 两个女生在这轮回答里面 基本把态度已经表明得很明确了 而且呢 其实她们两个有点像 都是属于看起来有点高冷的 但实际上 如果她们真的心有所属的话 会特别愿意跟自己的 男朋友在一起 而且我估计不光是 她们两位中学女生 可能在场所有的女生 包括电视机前的女生 都不太喜欢回答问题的时候 到一个点上就跑掉了 然后今天你基本上 整场都是这样 越到关键的时候 跑得越快 她们会觉得 哎呦 抓不住 可能我的弊端这是 我在努力地改 其实 在努力地改 你要做选择了 好 两个女生 你的选择是 12号 你选12号 我们先看看13号留灯的情况 接下来的问题是12号 有没有可能出现奇迹呢 我们来看12号 奇迹没有发生 好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黄培老师 这孩子给我们大家印象的不错 是个怪宝宝型 年轻了一点 25岁 小 对 你跟相亲啊 或者跟女朋友交往的时候 大多数女生在恋爱阶段 都喜欢男朋友女朋友 一块出去旅行 那种想要一个人出去 静一静的生活 一般是结婚多年以后 你还刚开始谈恋爱 就跟女孩说 我有的时候需要一个人 出去一两个月 乐陈珍会采用什么念头呢 我是可能会 首先告诉你我的缺点 如果你能接受我的缺点 我们在一起 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 我觉得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毕竟虽然说大家都年轻 但是时间也是有限的 不要浪费一段感情 我对 我就是刚才一个建议 我懂了 我懂 谢谢老师 再见 谢谢各位 大家都是年轻人嘛 现代人 不是说绑在别人的身上 去来生活 可能我得有一些观点 然后女嘉宾不太赞同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 把我的一些缺点先暴露出来 最起码让大家真实地了解我这样 想要征魂相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珍爱网 百合网世纪佳缘网站 或者现场报名来到 《非诚勿扰》的舞台 节目最后感谢海天蚝油 对本节目独家冠名 海天蚝油加一点就好鲜好鲜 感谢港容真蛋糕 独家特别播出 感谢水中贵族百岁山 感谢珍爱网 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就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下期再见 你说你的饭量很大 我们团队有一个女生 饭量也很大 我的天哪 这这这这 各位主宰 我一个礼拜都早饭 都吃不了那么多 这是两个高手之间的对决 这个舞蹈才拉到五分之一 哇 好帅啊 心跳加快的感觉 你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了 选你的第一个 中选区女生吗 可以不选中选区吗 我尊重你的决定 但是你最后必须给我一个 非常合理的解释 来录制这段过程中 就碰见了就是一个心仪的女生 是不是刚才片子比较出现 我女生来的老爷子 是的 愿意跟我尝试在一起 就碰到了 我女生的生命 又是在一起 你怎么 Came 你这么发信 我女生的女生 我们就会带来 你带来 我带来 我不能得 我 рас人